保鮮食品廣告男主角在煮水 沸騰後無法即時關掉瓦斯 差點爆炸 因為他腳麻了 腳麻 要怎麼走 開場獨車 維持在同一個姿勢好幾個小時 可能造成腳麻的狀況 而有駕駛自備按摩槌 敲一敲 放鬆一下 綜藝師教大家幾個小撇步 可以輕鬆化解腳麻的狀況 不管你是在開車坐著 或者是平常站著都可以去敲打 大腿外側的風式穴屬於膽經 負責下肢 腳麻時敲打穴位兩到三分鐘 就能舒緩下肢酸麻的症狀 你的身體的重肘跟兩耳 耳間往上拉 這個橫線的交匯的地方 另外頭頂擺會穴屬於都脈 是豬羊交匯 按壓就能提振精神 長時間坐著下半身痠痛 只要把貼布貼在腰部的伸疏穴 臀部環跳穴 大腿風式穴 以及小腿的楊齡拳 也能夠舒緩 看一下是不是進前肌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還有這個運動員常用的彩色肌貼 貼對地方也能減少不適感 其他還有溫熱水泡腳 促進血液循環 也能改善腳麻的頻率 讓你開長途車 不再喀拔 記者 阮志儀 王毅超 台中報導